你的課本拿出來 我們先來講進度 我們上次講到哪裡 講到什麼地方 第幾頁快點告訴我 好看一下看一下 35頁講完了嗎 不知道 喔okok 來你翻到那個36頁 36頁這邊喔 我們來講一個題目 來這個題目是個很好的問題 我們來看那個例題1 這個例題1是一個 算是很經典的問題 給他兩個讚 他說請你判斷這個函數 來這個函數長什麼樣子呢 y等於 x的絕對值 再除以x 求這個函數的三個東西 同學他問哪三個東西 定義域 來畫起來 他問第一個問題 定義域 還要你畫他的圖形 還有求出他的值域 對不對 簡單的複習一下 我覺得講一個題目就可以了 來同學這裡出現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叫什麼 定義域對不對 好 然後第二個他要我們畫圖 然後最後一個他要求什麼域 直域對不對 來 來 先問什麼叫定義域 這個數 不管數甲數有同學都要知道 所謂的定義域就是什麼 就是 函數是什麼東西 你再說一次 所以如果你還是不能理解之前那個抽象的講法 你還是把函數當成是一台 機器對不對 你還是把函數當成是一個machine 這是沒有問題的 雖然說這樣的理解 其實是從國中階段開始 就累積到現在 那請問你什麼是定義域 定義域就是你能夠丟進這台機器的東西 把它收集起來叫定義域 那我現在問你一件事情 來 那個同學看我這邊 請問你 y等於x分之絕對是x 請問你x等於1能不能丟進去 這台機器 可以 1丟進去會怎麼樣嗎 不會怎麼樣 2可不可以丟進去 可以 更號2可不可以丟進去 也可以 你丟什麼數字進去 好像都可以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有一個數字是不能丟進去的 那個數字是誰 0 為什麼 分母不可以丟進去 分母不可以丟進去 所以你告訴我 定義域 它的定義域是誰 x不可以丟進去 對 除了0以外的所有的時數 但是因為它是集合 集合要寫什麼 集合一般來講 外面要寫大括號 這個集合是由x所構成的 然後x是什麼數 時數 我們就寫中文好了 來你就跟著寫吧 課法好像不是這樣寫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 x是時數 而且 後面再補一句話給他 而且x怎麼樣 不檔於0 就是除了0以外的群體時數 是不是都可以 對不對 這個就是定義域 人家問你什麼叫定義域 就是x的範圍 聽懂嗎 定義域 要不要再講一次 就是x的範圍 來寫一下 可以丟進去的那些x所形成的集合 叫做x的範圍 我術語會講的慢一點 你要把它學好 來 同學那畫圖怎麼畫 以前我們畫圖是秒點 但是現在同學你仔細看喔 我要畫y等於x的x的絕對值這個圖形 來請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高中數學去絕對值 有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是什麼 你不要說什麼 怎麼兩邊平方把絕對值拿掉 絕對不是這種做法 最基本最重要最簡單的做法是什麼 應該是討論啊 你說你知道為什麼是討論嗎 來同學看這邊 請問你3是不是一個正數 一個正數加絕對值會等於誰 3加絕對值是誰 3 就是3喔 就是他自己啊 對不對 就是他自己嘛 好那我問你喔 負2加絕對值 出來的結果是誰 2 所以你這邊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正數 絕對值直接脫掉 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如果你是負的 絕對值脫掉 欸 負2絕對值脫掉是誰 是負2 可是加了絕對值出來又是正的啊 請問你負的怎麼變成正的 很簡單 前面要加一個什麼號 加一個負號給他嘛 對不對 這樣就會負負怎麼樣 負負得正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巧的一件事情 只要你知道絕對值裡面這個東西的正負號 你絕對值這件衣服就可以脫掉了 如果你是正的直接脫掉沒有關係 如果你是負的直接脫掉也沒有關係 但是記得前面要加一個什麼號 負號 這是國中數學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把x絕對值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絕對值脫掉 所以要分成兩種情況來討論 第一種情況是x怎麼樣 大於0 第二種情況是x怎麼樣 小於0 好 這個你可以不用操 因為我寫的跟課本是一樣的 但是我這樣講你有聽懂對不對 那請問你喔 為什麼我不考慮x等於0 為什麼這裡不寫x等於0 因為本來他就不能等於0了啊 所以你考慮這個情況幹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喔 x如果大於0 y會等於多少 看我這邊 如果是大於0 那絕對值可以直接怎麼樣 脫掉喔 對不對 那分子分母長一樣相處等於多少 1喔 所以x大於0 y等於1 對不對 x如果小於0 y會等於 來看這邊 這裡是x 負的絕對值脫掉 要加一個什麼號 剛才不是才講過 要加一個負號 所以這個出來是誰 負1 分段討論的精髓就在這邊 我把束線切成兩段 比0大跟比0小 然後分別畫出他的圖形 最後再把整個圖形組合起來 就是我要的 這樣聽懂嗎 那你說老師他的圖會長什麼樣 來同學你看我這邊喔 他的圖你也不用畫 你看我畫就可以 請問 s大於0是指y走的哪一側 右側還左側 s大於0是指y走的哪一側 右側對不對 那右側的圖形叫做y等於1 y等於1是一條什麼線 y等於1是一條水平線 很好 來同學你看我這邊 所以y等於1我先把它畫出來 畫給你看喔 這一條是不是叫y等於1 請問你 我這個圖有沒有什麼地方要修正一下 有 我是不是要全部的圖形 不是 為什麼 這個圖形只限制在什麼情況下 我才要 s要大於0 所以在y左的右側 他圖形長這樣 左邊呢 左邊就不是我們要的啦 左邊就擦掉 這樣你聽懂嗎 好 那如果s小於0的話 你的圖形是誰 是y等於-1喔 -1在哪裡 -1在這邊 所以這時候你畫出來的圖形是這樣 對吧 來這個叫y等於-1 你說老師我畫出來了 可是你這個地方喔 如果你出去畫圖畫這樣 會被扣1分 你猜那1分扣在哪裡 什麼地方會被扣分 你說對啊 這大於0是這樣啊 小於0是y等於-1 這哪裡有被扣分的可能性 你要注意他等於0的時候有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你要強調沒有東西 可是你這樣畫喔 人家可能有人說你0帶進去是1對不對 那為了強調沒有東西 你要在1這裡 怎麼樣強調 就讓人家知道這也是沒有東西 畫一個圈圈 對畫一個空心的圈圈 對不對 你聽懂我意思嗎 畫一個空心的圈圈 對不對 強調一下這裡是沒有東西的 免得大家產生誤會 你會說你0帶進去是1還是-1呢 對不對 這樣聽懂嗎 這樣就出現了課本裡面那個圖囉 這不用畫吧 這個圖跟課本是一模一樣 我只是告訴你這個圖怎麼來的 好接下來談植域 來最後我們談植域 把這個談完就好 請問你植域是什麼東西 被對到的那些函數值 把它收集起來 形成了集合 簡單來講 定義域是X的範圍 植域是誰的範圍 Y 對就是Y的範圍 你簡單的來寫就是這樣 來寫一下Y的範圍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用圖形來觀察 請問你Y的範圍是誰 值X大於0的時候你的Y永遠是誰 1啊 對不對 你的Y永遠都是1 那你X如果是負的 你的Y永遠都是多少 負1 所以你的Y你的函數值有幾種可能性 兩種 不是1就是負1啊 所以你這題答案要寫什麼 你這題答案可不可以寫正負1 你考試你就寫個正負1 你覺得能不能得分 是不難得 因為不管定義域還是直域 都是什麼東西 集合 集合外面要有什麼東西 一般來講要寫大括號對不對 然後裡面就把它元素寫出來 1-1 這樣寫才是比較正確的寫法 這樣好不好 我這一題應該講得很慢 但是我覺得講一題 比過一千萬題啊 你懂嗎 就講一百題講清楚 那其他題目都是類似的想法 好 來 這是我們今天的第一題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那同學請你翻到下面來 你翻到那個37頁 好 37頁 課本的37頁 這裡我希望你抄筆記 我要開始幫你們做學測的複習 來 37頁要做學測複習 我要複習第一測的兩個重要的概念 好 什麼概念呢 這個 抄筆記好了 來 第一個概念叫做 基函數 基函數 有一種很特別的函數 叫做基函數 來把它寫上去 這個地方就要寫一些筆記 誒這不是今天才遇到 這個高一就有學到 基函數 基函數有什麼特徵呢 我先畫個圖 讓你感受一下基函數的特徵 那如果你知道答案 你等一下可以順便告訴我說 誒 老師我知道什麼是基函數 好 基函數有很多 那我現在等一下畫個圖 然後你來猜猜看 基函數的圖形有什麼特徵呢 我用綠色的話 比如說我現在畫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基函數 OK 應該還行 好 來 你畫一下 這就是一個基函數 好 那有沒有同學從這個圖形就觀察出來 你覺得基函數 就是基函數它有什麼特徵 對 非常好 基函數它的圖形 我先簡單講一下 如果你把第一項線跟第四項線的部分 來我現在用這個紅色粉筆 這樣畫起來好像蜈蚣一樣 然後另外一邊我用黃色粉筆 基函數它的特徵是什麼 你把第一項線跟第四項線的圖形 逆時針 繞著圓點旋轉板圈 你就會發現這個圖形 會跟第二項線還有第三項線的圖形 會完全怎麼樣 會重疊在一起 具有這種特徵的函數圖形 我們叫做基函數 我要不要幫你寫下來 寫下來好了 因為我覺得用講的你聽得懂 然後等一下回家就忘記了 所謂的基函數 我們數學上發現說 基函數它長得很特別 當然不是只有這樣 它有很多種類型 但是它的特徵是什麼 它的特徵就是 就是將 來寫上去喔 將第一還有第四項線的圖形 這數學的規定 叫圖形 圖形 圖形 繞著圓點 繞是這樣不寫喔 確定喔 因為我現在 有時候都不知道自己寫字對不對 繞著圓點 轉半圈 旋轉半圈 來我等你喔 寫一下 這第一側的東西喔 然後你就會發現 會 跟 第二 還有第三 向線 的圖形 這幫你複習一下第一側嗎 會怎樣 從疊 疊 疊這個字怎麼寫 是三個疊嗎 是嗎 三個疊 下面是 這樣嗎 它有一個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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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假的 所以它下面是長 是長 是長 還要有個蓋子 這樣 是嗎 沒有那一點 沒有那一點 下面是你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我這個真的有點不行 寫一下好了 寫一下好了 不好意思 你想想看要不要 對不對 我跟你說你聽懂嗎 把一式向線的圖 你看這個紅色 這個好像蠔公的腳一樣 這樣把它轉半圈有沒有 這樣把它轉過來 是不是會跟黃色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會完全重疊 具有這種特徵的函數圖形 就叫做G函數 這樣好不好 叫做G函數 G函數 也有 有些人說 G函數它圖形會對稱什麼點 對稱圓點 這樣講也是對的 來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寫上去 這高一有學過 G函數它會對稱圓點 為什麼對稱圓點 來你看嘛 這裡有一個點叫做P 然後這邊 滑過來 這邊就會有一個點叫什麼 叫做Q 對不對 是不是對稱 P跟Q點的終點 是不是就是圓點 對不對 就是會有一個對稱的效果 這個叫G函數 這樣聽懂嗎 懂懂我們在講過嗎 來給你一點時間 複習一下 好 那你說 老師那數學語言 怎麼來形容一個函數是G函數呢 來你這邊仔細聽喔 如果這裡叫做2 來 這裡叫做-2 對不對 好那現在同意你感受一下 這個2帶進去 會得到一個函數值 叫做-2 這個-2帶進去 會得到一個函數值 叫做誰 F-2 什麼東西 -2 好那你猜猜看喔 當你把它這樣轉過來的時候 因為這個轉過來的時候 因為這個轉過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F-2跟F-2 剛好是什麼數 就是說如果你從這個當作它的規定 然後你感受一下 這裡有個點帶進去會有一個函數值 然後在這個 這個如果叫2 這個叫-2 這個叫-2 帶進去是否有個函數值 你這樣把轉半圈轉過來 可以重疊在一起 請問你 F-2跟F-2 剛好會猜一個什麼號 我圖沒有畫得很好 剛好會猜一個負號 所以他們是什麼數 是相反數 所以簡單來說就會這樣子喔 F-2 就會等於-F-2 滿足這個條件的 就叫G函數 仔細聽喔 滿足這個條件的 就叫G函數 你看 F-2跟F-2是不是差一個負號 簡單來講 G函數就是有一種函數 它會把負號怎麼樣 這種明星都教過啊 會把負號怎麼樣 吐出來啊 會把負號吐出來的 這種叫G函數啊 你看這個負號對不對 是不是被吐出來 你知道我意思對不對 這種叫G函數喔 好 G函數複習完了 所以到學測前 我就不再講什麼叫G函數 你現在應該大概懂一下對不對 什麼叫G函數 好那有G函數就會有什麼函數呢 你猜 對就會有O函數 剛好利用這個機會 來跟同學談一下O函數 O函數也是學測範圍 來接下來我們談另外一個叫O函數 我們現在在做學測複習 剛好利用這個機會 你知道什麼叫O函數嗎 G函數跟O函數都有對稱器 O函數 O函數 來 他大概是長這樣 我舉一個例子就好 剛好做一下複習 我用綠色粉筆來畫 譬如說像這個圖 你等一下就可以猜出來 什麼是O函數 O函數 看畫得好像沒有很好 不過哎呀不行 這個有點太那個 繞過來一點 好來你們畫一下這個圖 O函數 O函數 O函數是對稱圓點 那同學你要不要告訴我 O函數它有對稱性 它對稱的是什麼東西 對稱Y軸 對對稱Y軸 你把這個東西想成是對折 對不對 你把右邊的圖形 然後用Y軸當對稱軸 這樣把它對折 會跟左邊的圖形完全重合 對不對 這種函數叫做O函數 它的圖形有一個特徵 就是會對稱什麼東西 對稱Y軸 我會寫在這邊喔 我再跟你講一次喔 這不是高三課程喔 我現在講的這個 其實雖然在講素贏 對不對 但其實這個是高一的東西 好不好 這是O函數 來我等你喔 等你喔 稍微複習一下囉 沿著Y軸進行對折 兩側的函數圖形 就會重疊在一起 這叫偶函數 那偶函數它的代數形式是什麼 來請看這邊 偶函數的代數形式是這樣 7函數會把負號吐出來 你猜偶函數會把負號怎麼樣 我們以前高一沒有交過嗎 7函數會把負號吐出來 偶函數會把負號吃掉 你說老師 為什麼偶函數會把負號吃掉 請看這邊 偶函數它會滿足 f-x會檔成什麼東西 f-x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負號有只有沒有 對不對 這個負號是不是可以當做到不存在 好像被吃掉 你說老師為什麼 為什麼有這種特徵的圖形 它就可以長成 它的數學式就可以長成這樣 其實你用圖就看得出來了 來我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叫做2 這個叫負2 那我問你 因為它左右對稱 你2代進去的結果 跟你用負2代進去的結果 你覺得會不會一樣 當然會一樣 這不是負號嗎 對不對 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代x跟代負x 效果是一樣的啊 你x代3跟你x代負3 因為它左右對稱 所以偶函數它的數學形式就是長這樣 所以偶函數會把負號怎麼樣 吃掉 來 剛才一次把負號吐出來 現在一次把負號怎麼樣 吃掉 吃掉負號 這樣有聽到嗎 OK 來看一下喔 基偶函數 剛好利用這個機會幫你複習完喔 一個是土負號 一個是吃負號 這樣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以的話 請看到課本下面的隨堂練習 這一題拿來考學測也是很適合的 來請看到那個第幾頁 38頁 來 剛好利用這個機會來看這個題目 沙澤貝亞 下面的隨堂練習 學測可以考你基偶函數 來 它給你三個函數 第一個 f 這個函數叫做誰呢 叫做5x幾次方 4次方加3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g 水喔 g 叫做誰 叫做sin 好 三角函數嘛 不管你是數量還是數b 這個應該都有學過 然後第三個叫h h 叫做x的幾次方 x的三次方 加2 好 那現在的同學你仔細聽喔 他第一個選項問你說 那個f 是不是偶函數 有些同學聽到偶函數心理就會怕 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是偶函數 來所有同學你抬頭看那邊 你考試你怎麼判斷它是不是偶函數 如果是偶函數它有一個特徵 它會對稱什麼種 y y軸 所以你這時候心裡面就想說 那我來測試一下嘛 來我問你 如果它對稱y軸的話 會把負號吃掉 來 你只要帶入真正的數字 我覺得我們班的同學可以來試試看 來那個玉珍你告訴我 如果是你 你會帶什麼數字下去測試一下嗎 我不一定要真的去畫他的圖 但是我可以透過帶數字 有時候可以觀察出來 它有沒有對稱y軸 比如說你帶個數字給我 你要帶誰 0 你幹嘛帶0 因為我要看到有沒有左右對稱 你帶1 另外一個就帶多少 負1 對不對 你知道我一數對不對 雖然這樣做不是很嚴格 但是可以幫助你判斷 那1帶進去是誰 5 乘以什麼 1的4次方 再加3 3 這個是多少 8 這個是8 你如果負1帶進去是5 乘以負1的幾次方 4次方加3 也是誰 也是8 如果你是個反應很快的孩子 你應該就發現一件事情 這裡4次方 你這裡帶3跟帶負3 效果會不會一樣 當然會一樣啊 因為負3的4次方 是不是那個負號就被吃掉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雖然我沒有真的去畫他的圖 但是請問你 第一個選項考慎你選不選 他是不是有反數 他的圖形畫出來 會不會左右對稱 會不會對稱Y軸 會啊還是不會啊 講話 會啊 第一個選項請你打勾啊 第一個選項是對的喔 這樣可以嗎 第一個選項是對的 第二個選項 要不要打勾 他的圖形對稱Y軸 對不對 對 他圖形對稱Y軸 第三個選項 有些同學就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第三個選項他說 G等於sinX 他的圖形對稱於原點 簡單來講 他問你說 他是積函數對不對 sin的圖形有沒有對稱原點 這就回到 又是回到複習的部分 同學 sin的圖形你會畫嗎 不會 來畫一下好不好 來複習一下 來 我們來畫一下sin的圖形 來 大家一起來畫 sin最大最大是多少 他有天花板 1 1 3 對不對 sin最小最小是多少 -1 沒有錯 你來畫的嘛 對不對 你如果要的 賽的圖形 你是不是要90度一個單位 來 90度一個單位 這裡 來這個叫做 我們習慣用弧度 二分之拍 拍是180度 二分之拍就是90度 拍大概是3.14左右 就畫個大概 二分之拍再來是多少 再來是拍 就是一百八十多 再來是二分之三拍 就是270度 二分之三拍 對不對 那往左邊的話是什麼 是負的二分之拍 負90度 好 其實我覺得這樣就已經可以看出 他圖形的基本架構 欸 暑假有一些同學有去參加衝刺班嗎 這個應該都有複習過 來看我這邊 來 Site的0度是多少 沒有人要理我 Site的0度是0 Site的90度是誰 是1喔 Site的180度是誰 0 Site的270度是多少 負1 Site的360度 又回到 單位園的同一個地方嗎 所以又回到0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圖畫出來是怎樣 是長這樣喔 好 這個 差不多 差不多 這是週期暗數 來 然後這邊下去 這邊再上來 OK 來大概畫一下 畫得有點臭 那我等你啊 你還記得Site嗎 不管 數A還數B都有取到Site喔 對吧 只是如果你是數A 你除了Site 你還要學cos跟tang 對不對都多學兩個 這樣而已 來第三個選項 你選不選 Site的圖形應該是蠻基本的 這個圖形有沒有對稱圓點啊 有 有沒有對稱Y軸 沒有啊 它對稱圓點 就是這樣子過來有沒有對稱 有啊 所以第三個選項選不選 選啊 換句話講 Site是什麼函數 Site是G函數喔 來看我這邊 Site的-X 會等於什麼東西 會等於負的Site Site是會把負號吐出來的喔 你們還記得這件事情嗎 所以來請看這邊 你們以前有沒有學過這個 人家如果考試問你Site的-30度 喔水啦 Site的-30度 答案是多少 Site的-30度 Site會把負號怎麼樣 吐出來 所以它是負的什麼東西 Site 30度 Site 30度 Site 30度你很熟啊 Site 30度是誰 二分之一喔 所以是負的二分之一 一到一都不會啊 你們這些臭小鬼 你知道我講什麼嗎 懂不懂 懂不懂 對不對 這個我們基本功都有嘛 先把課本算熟好不好 就可以去考學測了 這用課不能的東西喔 再來再來 接下來我要講一個 我們等一下就把這邊講完 我們這節課可能沒有辦法複習 但沒有關係 我們下節課做到考試 我們說來個簡單的平時考 那個很簡單 就是大家都會考很好那一種 然後我們看4跟5喔 來請問你 H of x啊 他問你說它是G函數還是O函數 有一些學生很天真的以為說 函數分兩類 分成G函數跟偶函數 然後就沒有了 是這樣子嗎 不是 G函數跟偶函數只是眾多函數裡面的一小撮 有一種函數 它會對稱圓點 圖形對稱圓點 那叫G函數 那它只有一小撮人而已 那偶函數是對稱Y軸 那也一小撮人 大部分的人都怎麼樣 不是G函數也不是偶函數 那現在請問你 這個函數 H of x 等於 x 三次方加2 它是G函數還是偶函數 老師這個圖我不太熟 我可能需要瞄點喔 其實你不用瞄點 你知道這個圖長什麼樣嗎 你先畫 y 等於 x 的幾次方 三次方 這個圖你會吧 這個圖長什麼樣 靠三次函數啊 它長這樣啊 還記得嗎 它圖是不是長這樣 對不對 我們這個課本的東西喔 還記得齁 三次函數嗎 好 然後請問你 這個後面加2 這個加2對這個圖形有什麼影響 加一個2啊 加2會把整個圖形往哪個方向做平移 往上平移兩個單位 所以它圖形會變成是有點像這種感覺對不對 畫的不太理想 但是你大概知道的意思 這個叫y 等於 x 三次方 好 你可以畫得漂亮一點 就把這個圖形往上平移兩個單位 請問你這個紅色的圖形啊 它有沒有對稱y軸 沒有 別鬧了 它沒有對稱y軸 有沒有對稱原點 別鬧了 根本就沒有 所以它是積函數嗎 是偶函數嗎 抱歉 都不是 它只是個平反的函數而已 它沒有對稱y軸也沒有對稱原點 這樣聽懂嗎 這是學測考試的一個 場考的一個主題 好 來看一下 你說誰妳要醒嗎 你要摸著嗎 我快死亡了 它快死亡了 還沒打疫苗 快要了快要了 你們是禮拜幾號打 禮拜五 今天打喔 你今天打喔 已經打了嗎 還沒 為什麼還沒 不是下午女 還是中午就開始打 你們要放手去打 天啊 還不要好刺激喔 高二 下雙明哥 高二 下雙明哥 高二 下雙明哥 下雙明哥 高二 下雙明哥 高二 我們還有多久時間 是不是還有大概10分鐘左右 你把Q仔魔考拿出來 我們現在帶同學持續推進魔考題 大家加油 很累對不對 第二回拿 第二回拿出來 看你要講哪一題 來 我們哪一題有講哪一題沒有講 第二回有講 你第二題有講 第二回我先問一下 第六題有沒有講 第六題有沒有講 第六題沒有講 來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個第六題 來第二回的第六題 這個題目其實有一點難度 但是我覺得 硬幹 對其實也不是說硬幹 你等一下仔細聽我分析 這一題給他兩個讚好了 這個題目比較稍微有點偏數位 我覺得比較偏數位 比較偏數位一點 但其實說真的啦 他要怎麼出我們也不知道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第六題 假設F跟G都是磁係數的三次多項式 來畫起來 對不對三次多項式 然後告訴你底下這些線索 F等於什麼東西 G等於2 好 再告訴你F of 2 會等於G of 3 再來F of 3 會等於什麼東西 G of 4 哇喔 他好像有暗示你什麼對不對 再來又告訴你F of多少 4 等於G of 5 好這個都是他講的喔 這個都是他講的 然後他會告訴你說 欸我告訴你F of x 長這樣F of x 叫做x的幾次方 3次方 加上2x平方 再來加3x 加上4 我沒有抽錯嘛 他是不是就長這樣 有以上條件 請你去求 x加1 除以G of x的余式 來我們寫一下 Q of x是個多項式 如果你去除以x加1 請問你是不是會有一個3 3是誰 我不知道 給他一個代號叫Q of x 然後你的余式是誰 不知道是這一題的問題 我這一題就是要求這個R 對 來把它寫上去 我這一題是不是就是要求這個R 當你在做多項式的存法 對 對不起 被除4等於除4乘以3加1式嘛 對不對 把G啊 他說的喔 把這個G of x去除那個S加1嘛 會有一個3 3是誰不重要 因為他也沒有問3 但你知道這個是一次 那你的余式當然就是一個常數嘛 對不對 如果這個是0的話那就代表剛好正出 他就是問你這個R是多少 對不對 好那這個題目 我跟你說 考在選擇跟填充 我們都有機會拿分 怎麼說呢 來請你告訴我 這個R其實要怎麼算 我要怎麼樣才能夠看到R 我不要看到前面這一坨東西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前面這個東西看起來好討厭啊 為什麼討厭 因為這個G of x 對不起 這個Q of x 這是誰啊 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希望他從我面前消失 請問你 這個是很等式對不對 這個是等號 我X只要帶多少 這一坨東西就會從我面前不見 負1 為什麼帶負1 因為負1加1會等於多少 0 0乘上Q of負1 你說老師 Q of負1是誰 我管你是誰 反正乘上0你就沒有了 聽懂這一次 你說老師為什麼要帶負1 為什麼不帶2 你帶2會發生什麼事 2加1是3 3乘上Q of負2 但你最好知道這是誰 你根本不知道啊 你說老師 你剛才帶負1就可以 帶負1這裡變0 0乘上Q of負1 對不對 我問你 Q of負1是誰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 無所謂 反正我稱以0 你就不見了嘛 所以我問你 R就是誰 R就是你 X代多少 負1啊 所以他就是G of多少 負1啊 我等你喔 對不對 我這樣講應該很慢吧 好 那現在問題來囉 G of負1是多少 哇 很誇張喔 欸 這一題啊 你告訴我 如果你觀察他給的條件 你好像可以 彷彿可以猜出一點什麼東西 來我們現在來做數學上的猜測 來我們來猜喔 我們來猜F跟G之間有一個固定的關係 F of1等於G of2 F of2等於G of3 F of3等於G of4 F of4等於G of5 那你猜 來猜喔 F of0會檔多少 你覺得他應該會檔多少 G of多少 1 對不對 其實這是你猜的喔 然後再來 F of負1會檔多少 G of多少 G of多少 0 然後F of負2 就會等於G of多少 負1 對不對 但這一題其實 其實說真的啦 我們做到這邊 我如果沒有想到有什麼其他的做法 當然就這樣做阿 我就猜嘛 G of負1就是F of多少 負2 F他都告訴我 那我就來算阿 負2帶進去嘛 來 負2的幾次方 負2的三次方 加上2 乘上負2的平方 加上3 乘上負2 再加4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把答案算出來 但是這個答案是猜的喔 因為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是我自己做的推論 其實是沒什麼根據 你說老師有根據阿 他前面都已經告訴你這樣對不對 但數學不是這樣 前面四個是這樣 你不能保證他其實就有這個關係 對不對 好所以來 我們先把這個算出來 反正這一題我們只是要得分而已 負2的三次方叫做負8 這個叫做4乘2 這個叫做誰 8 3乘2叫負6 加4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多少 負2 有沒有負2這個選項 我看一下 是第二個選項 沒錯 本集答案已經選第二個選項 答案是負2 然後我最後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如果很不幸 數A把這一題出在所謂的非選題 就是要手寫的話 你猜在我黑板上這樣寫 你能得幾分 得0分 他一分都不會給你 你說老師我答案有算出來 是對的呢 我跟你講得0分 為什麼 因為你怎麼知道這個東西是對的 這個是對的 就能保證這個是對的嗎 其實不能這樣說 你的推論的過程有問題 基本上是0分 但是我們就想 這個題目如果出選擇跟填充 我們這樣做應該是個很合理的做法 對吧 但是數A的同學就要小心 如果真的很不幸 像這種題目出現在 手寫題的話 你這樣寫基本上是0分 好不好 那你說怎麼寫 才可以得全部的分數 時間關係 我們就先不講 好不好 就先這樣 來紫妍謝謝 這個我們就大概先交這樣就可以了